因为柯文哲一直说 他就是雍正嘛 他以前是喜欢说自己是皇帝 那雍正管钱就是巨细密疑 什么都看啊 所以他不只是在公帐上面的话 他有了解 以前他就是会去看什么 台北市他就什么 都挖东墙 补西墙 又结了多少这个债务之类的 结果你发现是说 其实他的私帐 也是管得非常的紧密 那所以呢 这边也知道说 他就是呢 这个景丁扫事啊 就是掌握全局的 就是这些料 来自于参与辅选工作 民主兰的成员 跟很多的这些内幕 被爆出来 那黄国昌他指挥说 不知道哪听来的消息 写科幻小说 真的没有评论的必要 我还是得讲啦 其实你讲小说就好 不要加科幻 因为从头到尾 都没有什么科技的情节 硬要讲科幻的话 什么淡水到台北车站 红通通的 所以是塞车 这个情节比较科幻 对 没有科幻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 顶多他只能说小说 而且黄国昌不是就喜欢 喊提告吗还干嘛 结果从头到尾 也不敢提告 也不敢针对这个事实内容 去做澄清 就是表示他可信度是非常高 因此柯文哲他管账 管账到最后 变成自己的口袋 满满这件事情 已经从很多的消息 或者这个黄真博引 获得印证了 账簿你知道吗 除了李文中财务不以外 我们其他人都没看过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被搜索约谈前 开的最后一场记者会 声称自己对党内账务 都不知情推给50年好友李文中 但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根据周刊最新报道 柯文哲对手里可用的资金 都有所掌握 包括木可公司 众望基金会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 还有选举结余款 等四个小金库 今年五月起柯文哲都要求 李文中的妹妹李文娟 每两个月向他汇报财务状况 周刊形容柯文哲宛如实质操盘手 并非没有参与 极不知情 民众党的资金到竞选总部 到木可公关 到智库 到基金会 都是由柯文哲一手来操盘的 而不只是这个钱 可能会不会流入自己的口袋 甚至会去多一些不正当的运用 我想检调都要好好的调查 也的确在柯文哲被裁定 积押禁件后 裁定书上也写到 法官认为 从扣案手机对话截图显示 柯文哲对自己掌握相关账户 彼此间的金流 掌控支配的巨细米遗 还说柯文哲精明干练 根据周刊报道 民众党干部也说 柯文哲不只直接指挥账房 还借着紧盯小事 让大家知道 他才是掌控全局的人 不只管钱 甚至连客诉案也会亲自处理 但民众党全盘否认 这种科幻小说 我们无法评论 而且我们这里是党团的记者会 但柯文哲涉案程度有多深 对金流掌控的细节 甚至审刑金公关费 有无透过政治现金 流入柯文哲掌控的基金会 也是检调追查重点 好啦 我们要请金毛诗王 来到电视墙前面 待会我刚忘了介绍 待会阿苗也会来到现场 来金毛诗王 来先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柯文哲被掌握的 四大金库有哪些 对啦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木口公司 中旺基金会 新顾奖基金会 跟选举结余款 因为柯文哲他之前一直讲说 他对这些账目都不知情 对 但事实上的话 我们把这些故事 都在一起合金合理 因为柯文哲一直说 他就是雍正嘛 他以前很喜欢说 自己是皇帝 那雍正管钱 就是巨细密遗 什么都看啊 所以他不只是 在公账上面的话 他有了解 以前他就是会去看 什么台北市 他就什么 都挖东墙 补西墙 又结了多少 这个债务之类的 结果你发现是说 其他的私账 也是管得非常的紧密 这些木口公司 还有包含的是说 众旺基金会 新故乡基金会 等等都是有 李文娟那个兄妹 每两个月 都会跟柯文哲去报告 所以说柯文哲 完完全全都知道 这些所谓的 民众党费之类的 因为这些钱到最后 就想办法流程 变他的钱嘛 从选举结余款 变成公司 或基金会的款项 公司基金会款项 在想办法 弄到自己的这个口袋里面 就可以逃避 政治现金的这个追索 那今天上的爆料 是证明的是说 柯文哲确实是有了解到 这些钱的金流 他只有在看账本 而且大家想看 他那个USB里面 不是有那个ECEL表吗 对不对 他连那个ECEL表 都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表格 这个人会去看账本 也是合情合理 另外一个 大家都在问的是说 柯文哲 他今年5月的时候 透过我们这个 一个媒体人 打算投资 某位媒体大分 相关的媒体公司 这有点违反 党政筋条款 然后这家公司 财报亏损6800万元 而此保留态度 但是最后还是想要 要把钱汇给对方 好像有100万要去给对方 那到底 这一家公司到底是谁 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因为其实亏损的公司 有很多 所以一直之间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 因为网媒 新媒体 新媒体很多都有在亏损 所以说要出去查 哪一个亏损的金额 刚好就是这个6800万 才有办法知道 是说这家公司到底是谁 所以这个我们最新的 不过曹新 曹新就是以前 曾经代表国民党要选举 后来国民党 没有力挺他的人 对 所以柯文哲 为什么会这么做 可能是才觉得是说 他需要有一个媒体 就持续地帮他有一个 发声的平台 所以要用入股的方式 然后让他有多一个宣传管道 然后这边 我觉得这个新闻 应该是今天比较有趣 就是说柯文哲他去买商办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然后但是民众党 用交际费参费的名目 三个月吃掉78万 柯文哲就花贷凶了 吃了太多钱 那很生气 怎么可以吃这么多 下令立刻暂停 所有此类的费用 不准出去吃 不准出去交际 三个月吃78万多不多 这其实也不一定 你要看吃的人数跟场合 到底有多少 对啊 如果吃的人数是几百上千人 那78万不多 那如果来来去去都是陈志涵在吃 我不知道是谁在吃 而且我们就吃太多 这个就是 反正柯文哲是连了 一百万以下的这个金额 他都密切的掌控 对 他说你这边花太多了 这边花太少了 为什么 五月份 你说人家吃太凶 五月份你不是才刚入账 而且他还买区域最高价 你自己买房子买最贵 然后你都这个没无所谓 结果底下这些人去吃交际费 餐费吃78万 不过就是你伤办的零头 对 他就很生气 但这也完全合理 因为有钱人平时很多都是很小气的 这样他才会变有钱 对 像我们没那么小气的人 就没有办法变有钱人 原来如此 对啊 要是我们资助比较 所以我们现在都发达了 所以 柯文哲这个其实就是有钱人的思维 对别人很抠 对自己很阿沙利 很急着 把这4300万落土为安 这个落地为安 把他变成不动产 很快速的就去买 那所以呢 这边也知道说 他就是这个景丁扫事 他就是掌握全局的 就是这些料 来自于一个参与辅选工作 民主兰成员 跟很多的这些内幕被爆出来 那黄国昌他指挥说 不知道哪听来的消息 写科幻小说 真的没有评论的必要 我还是得讲啦 其实你讲小说就好 我不要加科幻 因为从头到尾 都没有什么科技的情节 异形好歹是 有异形嘛 没有 三体的话 有三颗这个星球 在很遥远的地方 会派星际战队来去打 这个地球 那这个到底 哪有科技情节没有 也对 硬要讲科幻的话 什么淡水到台北车站 红通通的 所以是塞车 这个情节比较科幻 对没有科幻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 顶多他只能说小说 而且黄国昌不是就喜欢 他喊提告吗还干嘛 结果从头到尾 也不敢提告 也不敢针对这个事实内容 去做澄清 就是表示他可信度是非常高 因此科幻的他管站 管站到最后 变成自己的口袋 满满这件事情 已经从很多的消息 这个黄真博引获得印证了 没错 感谢朗东的分析 中文通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